佩儀是什麼星座 摩羯 摩羯 來喔 可以創 我覺得 對 我送禮比較實 像瑤瑤是這種 比較有創意感冒險的 喜歡創意的 但是我 很像走保險路數 但是我會送 有一點偏浪漫一點的 那我第一次 應該說最用心送禮 是送給我的媽媽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她媽很好送啊 我小時候看她的 沒有 我媽就是那種 妳媽什麼星座 巨蟹 很好送嗎 可是她是那種 就是什麼都不需要 什麼都給花錢 在小孩身上的人 然後她也不化妝打扮什麼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 就是她跟爸爸出去 然後我跟我哥 就在家裡玩到很晚 但是我們答應了 爸爸媽媽要早一點睡覺 那那時候 我就在媽媽的 那個梳妝桌前面 我就化妝桌 化妝桌前 就在玩她的口紅 然後我就把那個口紅 轉出來之後 我就聽到媽媽回來了 然後那時候想說完了 然後就把蓋子這樣 直接蓋下去 哇 所以那隻口紅 哇 完蛋 對 而且那時候我大概十歲 我也不會 不知道怎麼轉 然後就壓下去之後 就趕快去裝睡這樣 然後去裝睡之後呢 我想說完了 隔天應該會被罵什麼的 然後在那之後呢 我媽完全沒有發現 我不知道她是沒有發現 還是她知道 但沒有要罵我這樣 然後在那之後 我每一年我都覺得 就是很愧疚 就是怎麼她沒有跟我計較 這支口紅的事情 然後我又想說她化妝桌上 唯一的化妝品就是口紅 所以後來就是我爸就是過世之後 每一年的情人節 我就用這個贖罪的心態 就是每一年都送她口紅 然後 這個很貼心 然後我就 就會越買越高級嘛 譬如說從一些品牌 然後能力越好的時候 最後就買到香奈的口紅送她 可是我發現 她每一支都放到過期 她都沒有用 然後我每次跟她一起出門 我說就譬如說她有那個什麼 養生協會啊 我小同學會 我就說媽媽你怎麼都不差啊 她就說 那你送我的我就捨不得啊 然後我就 有一次就跟她說 那你有發現我以前 把你一支口紅壓壞了 你有發現為什麼送這個禮物嗎 然後我媽說 她沒有發現 但是這個心意就一直藏在 就是我有一點 有一點贖罪 然後有一點又是想要就是 代替爸爸給她一個過情人節的浪漫 所以我覺得我送禮物的 那個心裡的心意 是很深層的這樣 很棒 開創新座好棒 對 全眼三個感覺 你剛剛害我開創新座 就我一定要說一跳 你只有罵我的時候很正經 我覺得我在意的是送禮的那個故事 沒錯 而且她竟然根本沒有打開過 沒錯 對 她每一個都沒有打開 做不到 對 都老人家都這樣 對 然後後來還有就是 我覺得我比較會送女生 我對送男生禮很沒有想法 可是像第二個就是送給我的嫂嫂 然後我嫂嫂也是她自從就是 她生兩個小孩當媽了以後 我就看她每天在那邊洗碗 洗奶瓶 洗鍋 洗任何東西 然後她洗了洗了 她有時候就會一直在看電視 就這樣捏自己的手 她就會覺得說就是變粗啊或什麼的 但是我得說這個禮是很 很實際 但是可能不是那麼有怎麼講 但我還是在意那個故事 就是我就去買了一個香奈兒的護手霜 然後有一天在她生日的時候 我以為妳送她洗碗機 我也是欸 我想說對 要不要送洗碗機 妳還送護手霜 對啊 洗碗機比較實際 洗碗機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啊 對 我怎麼沒想要洗碗機 反正我就送她那個護手霜 那我發現就是當媽媽的人 都會捨不得對自己好 然後到那個護手霜 到一年後我回娘家看的時候 她根本就是很像一滴一滴在用 她也是捨不得用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妳買了 她就會自動我會幫妳review 就是在買新的給妳 超級的 對 然後她就會很感謝這份心意 但我覺得送禮真的 我的攻略就是 就是真的要留意身邊的人的日常 不然就是像剛剛JR講 看線動啊什麼 我覺得妳這一點是真的蠻有心的 就是常看到就會知道了 對 所以她剛剛送禮的方式 其實我也是喜歡的這樣 謝謝妳 沒錯 我投妳一票啦 開創去做也做好人的好看 對 其實妳在看什麼 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趨勢啊 哇 這什麼APP啊 這麼多影片可以看 妳居然不知道 因為我最大的APP 推出最新功能 幫妳們精選最實用的短影片 不管是時尚趨勢 旅遊生活 甚至連星座分析的影片 都可以在裡面看到喔 哇 那我要趕快下載 來 這個 這個 好 這個嗎 對 女人我最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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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